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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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旅行follow me 我是主持人之一 來自阿根廷的完美男人Eric 大家好 我是另外一位主持人 單車達人小滴 小滴 你知道現在出過旅行啊 因為你是業務嘛 我們通常都在設計行程 我設計行程你是銷售行程 但是呢 很多人喜歡怎麼樣自助旅行 因為現在超級方便 你上網訂個機票 訂個飯店就可以出去了 真的 那我本人其實也是喜歡自助旅行的 是喔 我其實小滴比較喜歡就是跟團 因為我真的很蠻懶的 我覺得跟團很方便啊 你是入吃吧 對 其實我是入吃 對 但是我必須講 因為我是中南美領隊 我常常有些團員 他是自助旅行高手 可是他依然選擇參團 因為像中南美做可能是語言不通 可能交通不便 或者資訊太少 所以他們寧願多花點錢 然後跟團去先走走看 然後如果為了有機會 他在自助旅行再去一遍 就比較方便 會比較方便 但是他先走一遍 先跟著達人 先跟著熟悉當地人 先走一遍 然後他覺得OK的話 他下次再去 這是有時候是聰明的自助 背包庫他會做的方式 你可以避免像小溪這種入吃啦 所以我們今天要介紹的主題是 這種行程居然有團可以跟 我覺得這非常重要 因為有些地方真的是 你只能跟團才到得了 或是跟團才會比較方便 比較安全 比較深度 還有人跟你講解 真的 今天的來賓呢 我覺得他非常酷 他成長背景是蠻厲害的 像我來紮根廷 他也是來個非常酷的地方 讓我們歡迎陳小斑 歡迎 大家好我是小斑 那 你平常是 你在熊市是做什麼 因為我在熊市的話 我是擔任就是領隊的工作 我主要是負責就是非洲縣 那因為的話我從10歲開始的話 我就是在就是非洲各處走跳 然後在南非這個地方 所以說在我開始就是工作之後 我也來到就是熊市 然後擔任就是非洲縣的領隊 所以你10歲去南非住 然後幾歲才正式回到台灣 基本上我就是在兩地來來去去 來來回來去去 對 好酷喔 南非華人多嗎 我想 突然想知道一下 其實以前就是在南非 甚至是一度跟台灣是有綁交的 對 那後來就是在1990年代的時候 就是斷交之後 那其實就是華人陸陸續續有離開這樣子 因為南非現在自然也不是那麼的好這樣子 那其實就是在非洲整體來講的話 不管是台灣人還是就是中國人 其實都還算就是有一定的數量這樣子 我們通常講到非洲啊就是 就是非洲 我可以問你非洲幾個國家嗎 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非洲目前的話 它其實是有就是54個國家 其實是非常多的一個數字 而且非洲的面積非常的大 對 那非洲它佔地表陸地面積的20% 如果是用歐洲來比的話 它是歐洲的三倍大 三個歐洲 台灣呢 那如果用台灣來比的話 它是台灣的835倍 太誇張了 等一下我想重新回去一下 54個國家 代表它 如果全世界有快200個國家的話 四分之一都是非洲國家 沒錯 那你去過幾個國家 我目前去過12個 12個已經是我們普通人的一個 我相信像我去過非洲 我只去過摩洛哥跟南非兩個國家 你去過12個國家 那你去過幾個非洲國家 零 零 我要跟團 很酷耶 12個國家 然後你 54個國家你去過12個 然後面積是台灣的800多倍 800多倍 對阿 所以就是這麼大的一個州 那我們用我們比較熟悉的一個概念來說好了 假設就像亞洲一樣 你看我們去東北亞 日本跟韓國 我們去東南亞 去泰國柬埔寨 是不是這兩個地方差非常的多 所以在歐洲 在非洲的就是每一個地方 其實之間的話 它的地區差的性也非常的大 因為我知道北非是埃及嘛 但是你很難把埃及跟東非跟南非聯想在一起 對 這樣講的話就可以理解非洲的確是超級大的 而且文化 到底有多少種文化跟民族啊 應該有幾百種 數百種吧 真的 而且非洲少數民族也非常非常的多 好酷耶 那你比較在擅長的應該就是 南非跟東非 西非是這樣子 我們可以這樣分嗎 基本上的話就是 目前台灣人比較多去旅遊的話 主要是北非 像埃及摩洛哥屯西 東非肯亞坦尚尼亞 甚至是伊索比亞這些 南非的話就可能就是南非 中西非比較少人去 因為那些地方就是戰亂啊 跟什麼伊波拉這些 可能就是還是就是有一些這樣子 所以中西非其實通常是去經商 我問你喔 我們印象中非洲是比較落後一點地方 那如果我去旅行 不管製作跟團 它團費算高還是低的 因為當我們大部分會覺得說 非洲的話 它的物價應該就是很低 那其實這是真的 很多非洲國家的話 物價是非常的便宜的 可是如果我們跟著當地人一樣 我們就搭一個就是公車 然後我們去吃路邊的就是小便 那其實那不會真的就是花到很多錢 可是當我們就是去那裡旅行 我們希望我們可以獲得 就是在台灣 在歐美日韓這些 就是已經開發的國家 就一樣的就是 我們住好幾星級的飯店 然後吹冷氣 然後坐新車什麼的話 那這個花費是非常可觀的 因為他們當地在物資 那麼少的狀態之下 然後要伸出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環境跟設備給你 那花費都非常非常的高 那我有沒有哪一種旅行方式 是可以比較便宜 然後又很深度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跟大家介紹一個 非常特別的就是一個非洲旅遊方式 就叫做非洲的越野大旅行 聽起來很壯觀 很怎麼講 壯大壯闊 對沒錯 就是幾乎可以說是一個人生的壯遊 這樣子 是在去哪去什麼地區 因為我們會做這樣子 就是越野大旅行的時候 我們主要大部分都是去一些 就是可能當地的物質條件 比較沒有那麼豐富 基礎建設比較差的一些就是國家 那它人口密度可能很低 譬如說離開城鎮之後 就已經完全沒有手機訊號 這樣的地方 那我們今天會主要 不是有著重在介紹 就是烏干達 那烏干達它在東非 它有幾個就是比較就是珍貴 也大家比較知道的就是資源 譬如說我們可以去看高山大猩猩 就像是就是金剛裡面那一種 就是隱背大猩猩 對 或者是像星球崛起裡面那種 凱撒那種黑猩猩 聰明的那個 對沒錯有點聰明 有點邪恶的那種 對那就是凱撒這種 它都在烏干達就是可以找得到 那如果是在波扎那的話呢 波扎那還有一個 世界上最大的內陸三角洲 它雖然是一個沙漠的地形 那它居然在一片沙漠之中 有一個半個台灣大的 就是內陸的三角洲 一片的就是水上折窩 非常多的自然生物在裡面 那而且它在克拉哈里沙漠裡面 甚至還有可以看到就是 上帝的瘋狂裡面的利蘇 對 對可能大家很多人 非洲的印象就是利蘇 那我該怎麼去玩它 你剛剛說的一個大旅行 是什麼樣子 對 那因為我們其實如果很多地方的話 就像是波扎那 它有著世界上最貴的就是飯店之一 我們只要平常一去就是飯店 你一碗住下去 可能就是一千塊美金都跑不掉 可是如果我們是用這樣 距離也大的行為 我們搭著一台就是像變形金剛一樣的卡車 那我們把我們所有需要的帳篷 桌椅 水 食物 灌瓢盆瓦斯 全部都帶在車上 對 那我們行程之中 我們凡事輕易輕微 我們自己扎營搭帳篷 自己煮飯自己吃 對 那用這樣子一個就是 這麼深刻的一個方式 來走這一趟的就是旅行 我們可以省掉非常多的花費 這樣大概要走幾天 如果說我全部都在車上 因為這些國家面積通常都就是蠻大的 所以說通常十幾天是跑不掉 我說光露營的這個 但是我們這個行程可能在當地走十幾天 可是其實在就是露營的天數的話 其實還是有調配的 譬如說可能三分之一露營 然後三分之二可能是住飯店 或者是一半露營在住飯店這些的 所以他們每一個行程有他們就是調配的 比例不是真的說全程每天都在露營 那太艱苦了這樣子 那原來是這樣子 那有沒有發生過什麼奇怪的 或是很好笑的故事 你這樣跟帶團是去 帶幾個人 那台車就是通常 比較大的車的話 只能夠坐就是17個人 所以說最多就是16個團員 所以你帶17個人 還有當地一個導遊 導遊是監司機對不對 對導遊非常厲害 導遊是這一團的靈魂人物 一切都靠他 他要負責就是開車 負責就是介紹行程景點 然後負責找動物 介紹動物 還要負責煮飯 然後如果真的有什麼事情發生 譬如說車子壞了還要負責修車 哇整個就是無所不能 非常的辛苦 但是也不能全部都靠導遊 導遊好萬能喔 對如果我們16個人17個人要吃飯 全部都靠導遊一個人煮 哇那我們可能到天黑都還沒吃到飯 沒錯 自己搭帳篷 導遊會 第一天導遊會示範 示範完之後大家選擇一台帳篷 就是要自己搭 然後他會說我們今天這一組 就我們你們三位負責就是煮飯 你們三位負責洗碗 你們三位負責幫大家 我聽這樣講的話 這很容易會之前會吵架吧 因為假設我是去跟 我是個超厲害的自助客 然後因為這個地方太難去 然後我去跟團 然後就是我要負責洗菜 我要負責搭他們 這樣幾天下來我覺得應該很容易 遇到這種租隊友 而且如果天氣很不好又很辛苦 不可以容易吵架 因為其實他們當地的就是天氣的話 其實都是屬於就是 大部分屬於就是比較乾燥 那我們可能就是當有雨季跟乾季 那我們可能出團時間會盡量選在 就是氣候比較適合的時間 而且因為大家就是來參加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說OK這個團 我們凡事就是必須要就是親力親為 那因為如果你都不做事的話 就是也不會有晚餐 就是從天上就是掉下來 所以大家一定都要做事 那基本上的話就是 如果我們是在錄影地的話 那錄影地當地會有就是浴室 你自己可以在浴室裡面洗澡 但是也有一些比較特別比較艱苦的部分 那我們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就是分享 你現在跟我分享啊 對啊 我們一來就要進入到直子核心 到最 hardcore那一 part 沒錯 好沒問題 那我們跟大家分享 我們在波澤那的秋北國家公園 那是當地的話 是最有名的一個國家公園 它的大象的數量的話 是世界上最多的就是國家公園 就是置物 那在秋北國家公園裡面 有很多就是非常高級的飯店 可是問題是我們就是跟那些高級飯店 是住在就同樣的一個就是區域 但是問題是我們是野營 對 他們公園有就是已經編號好的營地 那完全看起來就是一塊空營地 可是其實它是一個國家公園指定的一個營地 對 那我們去到那裡之後呢 我們就自己搭好我們的帳篷 那連浴室跟廁所 對 那就是我們是有一個像一個shower tent一樣的 就是圍起來 對然後讓大家可以在裡面就是洗澡 會有就是燒熱水 然後從一個 吊帶裡面的藤子可以流出來 熱水可以流出來 就是會有工作人員幫大家燒 然後可能沒洗完一個人 他就會幫你倒一種新的熱水進去 就是每個人就是用那種熱水 所以他上完水然後他倒進去 對然後就是就是你再下一個人再去洗這樣子 台灣人非常的聰明 因為那棚子非常的小 那我們原本大家就衣服都掛在那棚子上面 然後覺得好像棚子都快要倒了之類的 後來就是可能洗到第二個人 就有人拿一把椅子去放在那個棚子的門口 大家就是什麼肥皂啊 什麼衣服可以放在那個椅子上面 那連浴室廁所都是 就是一樣搭一個棚子 然後地上挖一個洞 然後他幫你放一個馬桶架在那裡 讓你有坐在馬桶上的感覺 然後所以你上廁所的時候 東西就會掉到那個洞裡面去 然後你上完廁所之後 你再拿鏟子 然後挖一點沙子 然後把那個洞就稍微蓋一下這樣子 哇塞 我如果是我 這樣子的行程 我大概兩三天我已經極限了 你呢 你覺得呢 大概頂多五天 但是我相信這樣的行程去接近當地的生態 甚至晚上看星星應該超酷的吧 天怪應該是美到煩吧 甚至我們就是下午的時候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就是在 就可以在一個營地附近 就看附近的所有的生態 甚至有一次我們大家在泡茶的時候 就直接就有大象就是路過我們的省邊 我們每個人都屏息一帶這樣子 講到動物啊 我通常想到非洲 我就想到動物大遷徙 你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這個部分 動物大遷徙它其實是在就是 每一年的就是7到9月的時候 動物會走到肯亞的馬賽馬拉 這樣子的一個地方 馬賽馬拉是一個國家公園對不對 對 是肯亞的一個國家公園 那它的主角是150萬隻的就是牛羚 配上一些其他的斑馬跟羚羊這樣子 哇塞 好多喔 150萬隻 超多欸 那他們每一年這樣子 順時針的就是一直到 在肯亞的馬賽馬拉 跟就是坦上尼亞的賽輪概體 這樣子的一個國家公園裡面 對 那每一年大概有五分之一 也就是25萬隻牛羚 沒有辦法完成這個800公里的就是一個 灰死的路上 對 不管是因為就是水草不足啊 殼死乾死或是被其他事吃掉 甚至他們會途中會經過兩條河 那河裡面都有很兇猛的鱷雨 等著這一年一度的大餐 有Discovery都有看到 就真的就是會變成食物 對 我想統整一下 所以他是每一年當中 其實他一直都在不斷的大遷徙對不對 對 沒錯 只是他有在7到8月的時候 他會到肯亞這個部分 對 所以我們會從肯亞看他 為什麼會從肯亞看他 他在7到9月的時候會找到就是肯亞的 就是馬賽馬拉 其他時候他都在坦上尼亞 因為肯亞他旅遊發展 比坦上尼亞更前面 所以他的花費跟就是環境跟住宿品質這些是 比較豐富 選項比較多 然後也比較便宜 因為就是坦上尼亞的花費 比肯亞還要再高 就是在7% 所以肯亞他的旅遊也是很特別 我們全程幾乎都是搭著六人坐的吉普車 在各個國家公司看動物 這個舒服多了 真的 你不能隨便下車喔 因為你隨便下車之後 不是你看動物 動物看你了 對 你可能變成動物的就是潘中孫 會變成食物 那住的飯店都是就是很舒服的 飯店飯店都很搭 因為都是resort型的 我好像有看過那種就是什麼 木屋啊 然後在外面野餐啊 就是這樣的嗎 對 那他們有很多特色的旅館 譬如說像樹頂旅館 方舟旅館 那種就是全木造的就是旅館 那你就不用去開車在那邊趴趴趴走 聽起來很棒啊 你就在飯店裡面就是 然後就動物出來後面的水塘 就是喝水 你就可以悠閒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麼 可以看到什麼場景路嗎 如果是在就是木造旅館的話 這種方舟跟樹頂都是看 就是看就是大象 犀牛 水牛這一些的 草食性動物 對 草食性動物比較多 因為在那個國家公園裡面 沒有就是市值 那如果你是去 像是馬山馬麻 它很多的帳篷旅館 然後一想到帳篷旅館 大家都開始緊張了 因為我們前面講的那個 帳篷的印象還在 沒有 我覺得應該是像 秦美學的那種帳篷對不對 不只 就是 更高級 因為他們帳篷都是很大 然後甚至裡面還有那種 四角尾蔓公主大床 然後地板都是木頭鋪的 然後裡面就是淋浴間啊 就是吹風機 什麼陽台 好像飯店喔 所以其實不是真的就是 我們好適合這一種方式 不是 因為我們前期 一直在聊到度蜜月度蜜月 我覺得我度蜜月可以去這個地方 沒錯 超級適合的 你度蜜月不是去花蓮嗎 對 花蓮是如果真的是 這個經濟能力不好的話 我去花蓮 對對對 因為早午晚餐都在飯店 我要去那邊 很多就是只有早上出去一趟 晚上半晚出去一趟看動物 其他時候都在飯店 然後吃自助餐 在新鎮 最重要我替台灣人 吃自助餐 有wifi嗎 有wifi 飯店都有wifi 天堂 剛剛那個是地獄 這個真的是天堂 第一個不只是沒有wifi 水跟電肯都沒有 小班 講了那麼多自助餐 就是你又讓我覺得很餓了啦 你知道我現在真的覺得很餓 因為現在是幾點 是不是 快六點了 我還看我還有我的手錶 Eric我餓了 這是我的用餐時間 每到這個時候 小弟都會餓了 快送餐來 送餐 今天是什麼 今天喔 今天可厲害了 今天是我們的Gunna Eat 又是Gunna Eat 而且是不同的餐點喔 來等等跟各位介紹 餐點到囉 謝謝 你又點了什麼 這次喔 一樣是我們的Gunna Eat 非常厲害 而且前面有幾道菜 我們上次幾道菜 薯條上次介紹過 對 就吃過了 農家沙拉嘛 對不對 義大利麵是什麼 這個義大利麵可厲害了 它是蒜胃的番茄肌肉義大利麵喔 非常的厲害 但我本人對漢堡比較有興趣 漢堡嗎 它有特別名字嗎 有 這漢堡它名字可厲害 它叫Vicky最愛的培根太陽帶漢堡 這麼常名的 Vicky 誰是Vicky啊 Vicky Vicky真的很厲害了 她是我們董事長夫人 最愛吃的漢堡就是這一位了 董事長夫人 你最愛的漢堡 這真的看起來很好吃 台灣為 這果然是台灣為Erik 才會講出來的話 有沒有 趕快拍下馬屁 趕快拍下馬屁這樣子 好啦 我們等一下一起來吃一下漢堡 對啊 可是呢 我剛剛聽到 關於小班講 非洲的故事啊 非常精彩 真的去過兩個國家 剛才是說什麼 摩洛哥跟南非 嗯 但是呢這樣聽完之後 還真的還多了一些知識 那這個想法老師 一個國家都沒去過 我要參加小班的團 我也想參加小班團 真的 該怎麼講 全世界七大洲 當然有一大洲是完全沒有人 就是全部都棄了 就是南京 對啊 我覺得非洲真的是一個 你需要對生態 對 甚至攝影 甚至對錄影 人文 人文 大自然感興趣的人 才會想去挑戰看看 但我強烈的認為說 你該去一趟 等未來有機會的話 東南美洲 記得找我 然後如果要去非洲的話 記得要找陳小班 有信follow me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